Ao聊世紀天天的不幸 大家好我是Rail 今天來看葡萄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紅牛杯的預選賽 石灰岩地形 先來看一下大約1點鐘方向 紅色玩家Niko選擇了葡萄人 葡萄人特徵是所有的黃金兵都是8折優惠 而且他的火炮可以受益於彈道學的效果 像火神槍 不管是出火槍、火炮 或者是打火炮塔 都會有彈道學的優勢在 葡萄人的所有兵黃金兵都是8折優惠的關係 所以他不管是出重裝騎士、槍龍路線、劍勇 或者是僧侶都有折獲上的優勢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手DOT選擇的文明 是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這邊是特色 他的黃金兵是都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的關鍵單位都是黃金持重很重 不然你要出馬弓、火槍、印度火槍 可以讓火槍兵加兩點的射程 或是要打這個帝王、沃騷 或是打古拉姆、黃金兵、劍兵勇士 都是需要出這個黃金才可以的 那僧侶戰呢他也算是可以用的 雖然不能招響敵方的僧侶也沒有一專血術 但是以單純招響敵方的火炮 或是風琴炮來說都是可以很好使用的 那印度斯坦人有這個銀冠技術 大幹道可以讓自己的黃金的採集 效率增加10%的關係 所以印度斯坦人後期的黃金缺乏 可以藉由銀冠去補增一些優勢 ok這裡開局 尼可夫直接衝進來 砍掉了一村之後 落幹跑走 那DOT這邊是選擇印度斯坦 對上葡萄人 是一個比較微妙的組合 怎麼說呢 是因為兩邊都是跟黃金有關係的一個文明 印度人打葡萄人 我不確定是要怎麼打風琴炮 如果尼可夫這邊是打風琴炮路線 印度斯坦這邊通常打古拉姆也不太好去包風琴炮 因為古拉姆其實蠻害怕風琴炮的 如果是要走落馬路線的話 又會害怕對方槍斃啊 或是大量風琴炮直接碾壓 出帝王駱駕 防裝率也不是那麼夠可以擋風琴炮的子彈傷害 走馬功路線也不是那麼好打 所以這邊就會很好奇喔 DOT這邊能選的東西應該就只有落馬火炮 或是出頭死車之類的東西 或是森女招降路線喔 好 那這也不一定要 尼可夫也不一定出風琴炮 我們就是來看一下 但是這邊已經在挖石頭了 應該是打風琴炮沒錯 就想說這邊應該是挖石頭 我應該是確定要 那他這裡沒有出來塔弓 通常就是要來打風情砲 OK 兩邊打得很濃 都是打直層策略 好 到這裏是補了一個馬丘 等一下一擊射 跟一擊挖進 好 妮可夫還有 10秒鐘 升級上去 OK 兩邊升級上去了 右邊直接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開農 那妮可夫則是補了一個城堡 在左邊黃金 在石頭地方 那這張地圖的特性 稍微講解一下 這張地圖的黃金非常多 所以其實根本不用擔心 這張地圖黃金會有用完的問題 通常用完之前就會分出勝負來 所以選一些黃金兵消耗的文明 確實是一個好策略 所以道德在這張地圖選擇印度石坦 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不太啊 這邊則是有折扣上的優勢 雖然地圖上支援很多 但是可以省下更多 直接淹石對手 也是一個不錯的策略 等於說兩位直接選手 都有自己的 戰術選擇地圖的考量 那也可以說是 這張圖也是蒙古 這種比較需要吃黃金的文明 當然這兩邊是選擇印度石坦跟葡萄牙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要怎麼守風琴砲呢 風琴砲這邊暫時只能用頭子車 不然就是要轉生率 OK 頭車過來 稍微打一下 槍兵過來 直接戳 風琴貓再過來 走高地 這邊要收村喔 這裡可能沒辦法 收一下 頭子車過來了 雜一發想要秀 但是這邊血量掉的有點快 駱駝不敢上 駱駝猶豫 到底要不要上 趁著不上 因為這隻槍兵在 如果毛兵沒有辦法把這個槍兵打掉 就可能別上比較好 現在在玩FPS遊戲了 打了就跑 打了換一邊 打就跑換邊 但是左邊已經被攔截 這邊有一台頭子車 攔截了風琴砲的進攻地點 好這邊頭子出來直接集火 換掉了一台頭子車 剩下兩台 這邊是成功的一換一 這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要趕快去點掉才行喔 好來看一下這個頭車出來 好往後拉 殘血回頭 但是不敢打 好拉了駱駝過去嗎 沒有後面有風琴砲 不敢走過去 OK殘血活了下來 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道特並沒有直接往回拉走 好道特是決定用頭車策略去解風琴砲 哎風琴砲把殘血的頭子車給射掉了嗎 結果錯過來了 直接把血量拉起來 頭車但是沒有第一時間 可以反擊回去右邊這台頭子車 這台頭子車直接換到一台頭車 兩邊頭車現在是有點誤誤開的感覺 都沒有說誰的頭車操控的更好 OK到了這個蓋燒彈的村民直接倒地 四台頭子車過來應戰兩台頭車 跟14台的風琴砲 右邊直接預判 預判沒成功 兩邊都在預判 但是預判錯了位置 結果直接硬砸 但是沒有砸到 好這往後拉 風琴砲直接打掉了一台 現在頭子車現在是三打三 好又拉了一隻村民出來 現在道德在右邊補一下一個城堡 這樣就可以守住右邊的城市中心 跟礦點 那待會守城呢 就只要守這個區域就行了 並這裡還有這個木頭天然屏障 可以擋住對方進攻 那對於尼可夫來說 這是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連進攻方面就只能往左邊進攻 變成進攻路線會太單調 好尼可夫這邊是點下的地龍師帶 哇靠這個 駱駝直接被槍斃 風琴砲3SS太高了 好燒彈中間蓋好 現在地龍師帶兩邊差不多時間點下 四台頭子車在後面 沒有敢直接往前壓制 那道德這邊的村民非常便宜 現在村民處有稍微領先一點點 哇但這一駝風琴砲走了進來 還好後面有台頭石車 教授應該沒問題 這裡要過來攔截了嗎 好前方兩邊互換 好看一下這邊頭車 打了一下換掉了颱風琴砲 再打了一發又換了一個 在這邊頭車換掉了一塔一換一 好這邊是一換二 好也是一換一哦 這邊一開始冰台 好這邊又是一換一嗎 沒有 但左邊這台頭車要被村民給砸掉 完蛋了道德 最後風琴砲收掉殘血的頭車了 應該是沒問題 ok拿下是不是還堵掉 ok 好但下面的風琴砲被砸到 只剩下11台有3台都被頭車給砸掉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 道德到地龍時代 終究還是要選擇一個東西哦 去打風琴砲 要轉低落嗎 還是要轉個大落馬 配頭車呢 還是配火炮 或者是配火炮比較好 因為火炮的話有射程優勢 如果控的好 風琴砲是會被壓 被火炮壓著打 那如果是走火炮的話 火炮牲 升旅就可以造價便宜 又可以招強優勢哦 所以整體來講 火炮牙不管要打什麼 都有辦法可以反制 道德的打法 好道德這邊是直接轉了清奇兵之後 按下了印度火衝 待會就要來開始轉火槍了 印度狙擊手要來了 用印度狙擊手打風琴砲 這個有點微妙啊 因為其實火槍兵蠻怕風琴砲的哦 風琴砲的傷害打火槍兵 是很痛的傷害哦 哇你看這古拉姆過去直接蒸發啊 完全打不贏 風琴砲其實也是這個狀況 但還好風琴砲是7點射程了 火槍兵也是7點 加上2點的印度火衝的效果 變成9點射程 如果控制的好 還是可以白換對方的風琴砲的 所以這一點道德就要把自己的操作 堵在這個控兵身上 好這邊先點了一個攻兵鎧甲 升兵技術 火槍兵開始大爆生產 好這邊走射箭場 女可夫應該是看到一點傻眼 你是要出什麼東西 火槍嗎還是馬功呢 絕對不可能是弓兵或戰狼吧 就只有這兩個選項了 好這邊應該會猜到 不是火槍就是馬功 但不管選什麼風琴砲都是 可以正面開過去就可以贏的 如果要打出戰果的話 才是要靠工程器 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這個TC要被拆掉了 好到這裡還沒有辦法 可以解決這些火炮 火槍兵出來了 三級的工兵鎧甲也點下了 印度狙擊手直接集火點掉一台火炮 好又點掉一台風琴砲 但風琴砲打火槍兵的血量也是掉很快 三個火器直接點掉 哇這是什麼變成戰地風雨了是不是 變成火槍大賽 一個是風琴砲一個是火槍 火炮又被點掉了一台 完蛋 這裡已經被賺了有點多的黃金 好到頭這邊還在繼續用火槍繼續射 又要再四條台火炮 火炮又射掉了一台 下面一台火炮直接反擊回去 但是沒有預測預判成功 這裡一拍給我打回去 哇這個火炮沒空到直接被換掉 好但這個火炮也是回頭反擊一下 這一波拉走 火炮沒有打到 下面的火炮還在繼續輸出 這個風琴砲直接把到頭的大量火槍給射倒了 這個剛剛沒有操控好了 損失掉了一些火槍 好沒關係火槍繼續補 那待會要找個機會點一下銀罐哦 現在黃金小偶有點兇啊 好到這邊開始轉馬 那在打陣地戰的時候 有大落馬的那邊的文明哦 優勢會非常巨大哦 因為你有三公三法 大落馬打這個村民 效果效率非常好 但是有個缺點哦 就只能騷擾對方的村民哦 不能進行實際上的進攻哦 這個城鎮中心啊或是城堡 所以待會到頭可能陣地戰還是要努力守住 用靠落馬去騷擾後排策略 那尼可夫這邊也是哦 兩邊都是陣地戰文明的關係哦 風琴砲也是機動性不好 但陣地戰還不錯的一個文明 所以這邊也是要轉一些重裝騎士啊 或是輕騎兵哦 去做騷擾才行 那如果轉輕騎兵或是重裝騎士過來騷擾盜者的話 盜者又有重裝駱駝 甚至帝王駝駝可以反擊 所以兩邊都有互相 自肯的方法 好風琴砲直接往前 哎不管了 火槍兵兩邊的血量掉得很快 但是這邊巨頭直接被風琴砲給點掉 風琴砲這邊直接努力點 火槍直接被點成白癡 火槍的血量真的太少了 風琴砲的血量有70滴血 火槍兵卻只有40滴血 少了30滴啊 哇這一波火槍也是死成一排 哇這個就是早期法國的火器時代嗎 大家都是原地射擊 互相射射 好現在不怕點下火神槍 第幾射也點下了 好這裡又居殺掉了一台火炮 火炮也直接反擊回去 直接打倒了一些火槍 現在這種火神槍火炮也可以打得非常準 風琴砲也是喔 好這一波火炮彈道學 哎這是提地板的樣子 ok現在火神槍已經點好了 現在火槍的部分應該是沒問題了 科技已滿 工程工程師 也有點了 ok 現在到的陣地戰還是有點劣勢喔 人家的火炮真的是有點多啊 6台火炮啊 火槍直接開射 又射掉了火炮 又點掉了一隻 火炮直接打了一下 哇風琴砲直接秒殺了大量火槍兵 風琴砲只要能貼的掉火槍兵 就大難零頭了 其實遇到風琴砲的時候 盡量不用閃陣比較好 但不用閃陣的話也會損失很慘喔 風琴砲子彈都是四處亂射 像散彈槍一樣的 所以你用閃陣喔 也是會接到一些少量子彈喔 哇像這樣子大規模的射進來 右邊的火槍兵真的是擋不太住 好慘烈 這一波血量掉的有點快 風琴砲的數量也是下降的非常快速 看起來兩邊都是有出現死傷的問題 整個火炮這邊一直一直在往回打 現在火炮還有石台在後面直接打到大量的火槍 6隻火槍直接倒地 奧特這一波有點虧 但是葡萄也是喔 兩邊的戰損都是非常嚴重的 好現在肉麻已經慢慢開始出去騷擾 但是三級馬鎧三弓還沒有點下 大肉麻也還沒提升 好火器大戰繼續開打 火是不能抖洞躲得那麼嚴重 瘋狂抖洞 好又點下了一台火炮 現在火槍兵數量還有11隻直接上去直接蒸發 哇閃陣直接沒了 瞬間倒下10隻火槍兵 盜特真的要好好控制自己的火槍兵的控制喔 要盡可能使用射程優勢去打擊喔 這個對於操作來說是有點困難的 好但沒有關係 這張地圖是石灰岩地型的 要是一般的阿拉伯 盜特可能這邊就要投降了 這邊被交換的有點慘了 還好這張地圖喔 優點就是黃金多阿 沒關係 死了火槍兵我就繼續照 只要有黃金導演不斷喔 我就遠遠的部隊也可以跟你打陣地戰喔 好現在火炮又有打到了一下 後面三台火炮繼續出出 但是這邊是選擇往前走 往前走是為了點火炮 但火炮沒有點到 反而是自己吃到大量的風型炮的子彈傷害 哇靠 這裡又直接死了 12345678910隻左右的火槍兵 又在這邊倒下了 好左側葡萄人也拉了一些風型炮 過來防守一下 落馬騷擾 自己也轉出了赤猴奇兵 欸這裡要轉輕奇兵了 好結果道德從右邊突然插了一根城堡 想要從右邊慢慢空圖 這面的城堡再找機會拿下 讓他的巨型特斯基開始攻城了 道德這邊待會還是要繼續努力找到機會喔 去點對方的火炮才行 但要點火炮之前還是要消滅一下敵方的風型炮數量 不然一上去點火炮還是會被風型炮給秒殺 所以道德這邊有點難受 要點風型炮也要點火炮 但尼克普塔這邊也是喔 要打火槍兵也要打火炮 火炮這邊就躲掉了 好這波風型炮數量比較少 傷害的成型喔沒有那麼誇張喔 好現在火槍兵算是退了回去 射程優勢非常好直接換掉了一台兩台 兩台火炮倒地第三台也倒了 哇尼克普三台火炮都倒了 右邊的巨頭怎麼辦 這邊應該是要把火炮拉過來到右邊進行反擊才對的 完蛋了火炮火炮已倒 這邊跟城堡應該也是 沒什麼機會了 好這邊要來幾隻古拉姆直接衝城中心 開始要殺老後排經濟的村民 好這裡風型炮再次往前 開了幾炮 火槍兵閃很高 風型炮也是 火槍兵要進入到城堡四層範圍裡面 火蛋有點極限被射了幾發 他還是回頭緩殺了一下 哇這一波好像扛不住 尼克夫決定要棄手這根城堡 把大量村民往左邊拉走 因為右邊倒特已經控制下來了 這邊可以直接長驅直入了 大會一直瘋狂送古拉姆落馬 到後排這裡瘋狂騷擾 尼克夫的經濟就會很炸裂了 尼克夫這時候還沒有意識到刺刑嚴重性的感覺 家裡並沒有補下新的城堡 或是升級火炮塔的科技 不過他其實也可以升級火炮塔進行防守 中間這個城堡已經拿下了 這裡有點掉了一些火槍 火槍直接射爆了風型炮 風型炮沒有辦法擋住 開始往左走 風型炮這邊往左走是為了什麼呢 左邊有新的東西嗎 沒有 這邊都是落馬在燒而已 但是倒特其實他的攻擊目標 還是正面的城堡 正面城堡一動一動的要被拆掉了 尼克夫只能靠這些城堡爭取一些時間 二級的馬卡也點了下去 火槍兵22隻的數量 讓我前走 好 點一下點一下 哇 火槍沒有空好 吐了 真的是要吐了 這一拖火槍又少了一半了 風型炮傷害還是很可彎 但是工程方面現在尼克夫沒有辦法阻止 如果轉聖鋁也只能招降火炮 火炮 那也很有可能被聖鋁給 被火槍給射掉 現在後面三台巨頭還是大問題 還是要轉火炮才行喔 好 這一波慢慢推進 陣地戰越打越有優勢了 現在道爾特在左邊的進攻 並不是那麼的有攻勢 有攻勢了 還是從中間這個地方 火槍兵加上火炮 現在打的戰術是150分戰術 才可以支持這張火槍兵喔 一直出 哇 這一波火槍兵又沒有空好 道爾特沒有用這個戰崗模式 又送掉了一些 火槍兵送的有點痛苦 好 正面開始有點虧不成軍 葡萄轉了一些弱馬來正面吸一點火力 好 甚至連防守加里的頭車也拉過來 想要幫忙輸出 這個頭石車有點萬歲衝鋒的感覺 是我的錯覺嗎 直接被一台火炮給打掉 笑死 我想說他為什麼在萬歲衝鋒呢 只會往前 果然還是被預判成功了 好 迪克夫現在137 村民 村民就是保存喔 還是不錯的 那現在道爾特的火炮也只剩下兩台喔 好 正面有一些信息兵過來幫忙擋子彈 效果還不錯 迪克夫感覺還是要靠洛馬擋在前面 但是現在洛馬要產出來有點困難 現在農田只剩下14片田 暗風型炮可能就是極限了 洛馬可能還是少量少量的暗 道爾特這邊也沒有把自己的大洛馬提升上去 反正中間的火槍兵又再次被風型炮給瓦解 這一波 血虧 血虧 好 紅錢包現在有機會 牙子回去了 OK 普特要點下了3級的騎兵鎧甲 這裡應該要撤囉 臭民不能再繼續挖礦了 但是火槍兵也是正面應戰 不管了 直接對射 但是損傷的是道爾特的樣子 道爾特損傷也是很多 但這邊又把他逼退了回去 普特現在有村民上的劣勢問題了 就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碰住了這塊石礦區跟黃金 道爾特在左邊繼續開始修理城堡 現在兩個火炮開始在攻城了 現在家裡的部分 兩邊開始進入休戰期 道爾特並沒有放棄這個採礦地 右邊經濟也撒了一些農田 開始安歇古拉姆跟洛瑪 開始往後送了 終於想到這邊可以送了 好 但是葡萄阿也是有想到這一點 你會逼滴 那我也是會逼滴的 就砍掉這邊的僧侶 僧侶沒有辦法找想到 沙利趕快轉一些駱駝出來 重張駱駝現在點不下去 好 有駱駝了 好 駱駝趕快幫忙砍 臭命還是要死一些 現在主要部隊趕快再重新集點 趕快進攻才行 道爾特現在在敵方家裡 也是做到很多事情 這裡清奇兵一直在到處亂抓 左邊城堡還在修 哇 這兩根火炮 在這邊慢慢拆好像沒有辦法 拆得很順利的樣子 好 拉來一台火屋 巨型頭司機可能是要來攻城這邊的火炮 好 這裡有三隻駱駝 好像沒有空 直接要送掉了 但是臨死之前 也是擊殺掉了一些清奇兵 清奇兵從左邊殺過來 開始打火炮 火炮能抓掉嗎 沒有辦法 突然被風情砲給秒殺了 道爾特這裡準備補了 大洛馬升級 一級挖金也點了 二級攻也點了 OK 這些比較該點東西 中午都點下去了 好 現在洛馬在敵人家吃的東西裡 找不到可以抓村民 這時候應該有意識到 他的村民應該都是在正後方了 好 這邊巨頭 只剩下一台 現在要來攻城左邊這根城堡 這個左邊這根城堡 好像沒有辦法攻城下來 把火炮拉過來進行協防 動物界的風情砲再次展開廝殺 火箱民直接往前 不管城堡射程範圍 加上洛馬駱駝往前走 這裡的風情砲 保地的數量有點多 好 城堡這邊血量掉的有點快 這台火炮 工程的速度就不一樣了 好 右側這邊也轉了一些洛馬 到前排當作輸出 現在家裡有更多洛馬 已經開始在控城鎮中心了 好 左邊這裡有一坨洛馬 開始在抓村民 尼可夫的村民處開始慢慢往下降 東天只剩下三個人在中 但是主要的部隊風情砲還在這邊 道德現在其實攻擊力道沒有這麼的猛烈了 反正是在靠這些洛馬 開始在進行騷擾 完了完了尼可夫 現在加里陣地戰 雖然兵很多沒錯 但是加里後面沒有辦法有機動性的優勢 只能被對方的大洛馬 開始砍到頭破血流 哇 那個村民下降的有點快 好 這邊就只能看火炮能不能產生奇蹟了 好 道德這邊三攻 已經要準備好 後面補了一根城堡 好 這邊大洛馬 可能是想要需一些數量 從正面去抓掉火炮 好 這邊居然在補港灣大商站 OK 補港灣大商站是可以補 好 這邊洛馬開始往前衝 大洛馬第一時間上前 火槍面直接點掉兩台火炮 殘血的火炮 直接洛馬往上前去追到 追到之後 最後再砍死了一隻火炮 但是還是火炮活了下來 風琴炮直接閃射射爆了這一坨的火槍 風琴炮的閃射能力 還是非常漂亮的 好 這一波道德有所失控了 前面部隊有點消失 但是葡萄牙後面的村民 好像也消失了 怎麼只剩下90村了呢 OK 這一波風琴炮要撤了嗎 對方洛馬又來了 現在可以看到 小地圖上面 有三個城鎮中心都在閃爍 就意味著自己被打得有點頭破血流 在追星頭時機 趕快拉村民過來修理起來 巨頭在努力打火炮 後面再繼續修 火風琴炮在原地射擊當中 火槍兵到後面 在後面也是被子彈給噴到 這個流彈一直噴到火槍兵的臉上 即使沒有想要打火槍兵 也是被噴到了一些傷害啊 好 達龍馬繼續扛 但是葡萄牙村民術只剩下87-88 能跟城堡能夠守住嗎 結果後面的火炮 沒有被打到 哇 差一點 哇 又被打到颱風旗炮 現在尼可夫的基金已經來到極限 沒有個技能是4位數的 好 到頭這邊村民術 還有138村 黃金庫存 也比對手還要多 OK 火槍兵 終於要打爆這一坨火槍了 風琴炮應該是產不出來了 葡萄牙已經沒有木頭 黃金也只剩下一點點 現在只能靠著港灣大象戰慘木頭了嗎 好 這邊直接拉風旗炮過來 直接回頭打 最後一波可能是最後一波 哇 真的是最後一波了 尼可夫這時候打下了GG 我們恭喜道德拿下比賽勝利 後方的經濟真的是被大洛馬 砍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甚至連木區都沒有辦法好好的挖 那這樣地圖雖然礦產資源多 但是到了中後期 木頭是一定要到其他地方去挖的 所以這邊可以看到 尼可夫這邊的木頭黃金產量是歸零的 沒有正常的安全地方 可以去罰木了 那來看一下這個資源 哇 出了335隻的火槍 那風琴炮出了239隻 火炮還出了23台 兩邊的火器單位都是出的超多的 這個四季帝國也可以把它當成FPS遊戲 再玩一直互相對射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道德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這個黃金的部分跟食物 食物只是贏了兩倍 畢竟火槍是吃黃金的 黃金跟肉 但葡萄這邊是木頭吃黃金 所以這邊黃金的分布 跟木頭的食物分布都是不太一樣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